睡眠是人体重要的生理活动之一 但关于睡眠的知识往往被忽视 以下是关于睡眠的十个令人惊奇的事实 一、睡眠需求因人而异 一般成人每天需要约七至九个小时的睡眠 但每个人的需求可能不同 有些人可能只需要六小时的睡眠 而有些人则需要超过九小时 二、睡眠质量比睡眠时间更重要 有时候睡眠时间并不能完全代表睡眠质量 有些人可能睡眠时间较短 但质量却较高 三、睡眠不是一个整体过程 睡眠分为多个阶段 每个阶段的特点不同 人体在睡眠中会进入不同的睡眠阶段 包括RAM睡眠或非RAM睡眠 四、梦境是一种常见的现象 每晚人体都会经历多次梦境 但有些人可能无法记忆到自己做过什么梦 五、夜猫子和早起的人的大脑活动不同 一些研究表明 夜猫子和早起的人的大脑活动模式有所不同 这可能与他们的睡眠模式有关 六、睡眠不足可能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长期睡眠不足可能对健康造成负面影响 包括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 七、睡眠不足可能影响大脑功能 睡眠不足可能会影响大脑认知和记忆功能 八、睡眠可以帮助身体修复和恢复 睡眠有助于身体修复和恢复 因为当我们睡眠时 身体会释放出生长激素和其他重要的生理化学物质 九、睡眠可能与体重控制有关 一些研究表明 睡眠不足可能会导致体重增加 因为它会影响荷尔蒙水平和食欲调节 十、睡眠可以提高情绪 总之 睡眠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科学仍然充满了等待被发现的谜团 从快速演动睡眠的重要性到午睡的好处 关于睡眠科学的这十个令人惊讶的事实 展示了睡眠世界是多么复杂和迷人